更多有什么读 请在微信 LVNCE9113 演播 此今 明朝拜家子 第267章 洞真格 欧阳之是个安分守己 恪守于原则的人 他最大的原则就是 不管什么事情 第一准则 先把自己恩师 吩咐的事情给办好 在他面无表情 宣读圣旨之后 这和言理善的王宝三人 面面相觑起来 达达人会惜锦州 这不对吧 锦州的前头可是大宁啊 而大宁乃朵延三位的 活动范围 达达人为何要冒这个风险呢 而且达锦州 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这锦州城固若金汤 要拿下困难度不在大同之下 可破了大同 那等于是中了头彩啊 连金师都在大大人威慑之下 可拿下一个锦州 有什么用呢 当然这是圣旨 因而所有人都笑了 和言感慨地说 啊 陛下真是盛名啊 远在千里之外 还挂念着咱们边镇上的居民 实在是叫卑下佩服 此等全权爱民之心 非姚顺不能相逼啊 王宝是个太监 笑得脸都讲了 那位陛下效力 真是我等的姓氏 祖宗八辈子积了德呀 这两个 一个是武官 一个是宦官 似乎从他们选择这个职业开始 就不打算要脸了 可寻安御史 李善就不一样 他是清流 隐儿很鄙视地看了王宝一眼 心里痛骂 你祖宗接了八辈子德 才让你近身做了宦官 你这祖宗接的到底是啥德呀 欧阳志则是肃荣 沉声说道 陛下的意思很明显了 既然达大人可能袭击锦州 为保卫锦州 就势必加强锦州的戒备 锦州绝不可松懈 好的好的 陛下不敢疏忽怠慢 还请亲事放心 说起来 和言乃是魏指挥 这可是堂堂三平武官 可到了汉林院修传 欧阳志的面前 照样得陪着笑 大明中文轻武可见一半 欧阳志又说了 还有陛下还交代过 锦州要兼臂清野 因而半月之内 必须迁徙百姓进城 本官说的是 锦州方圆百里之内 一切军民人口 包括他们的粮食和牲畜 一下子 这三人呆住 这不是开玩笑吗 就为了一个子虚无有的事情 居然要兼臂清野 这兼臂清野会带来多大的损失 那中官王宝却是笑了 好的好的 陛下都吩咐了 没问题 都没问题 和言也乐了 磕头虫一般 好的好的 这不是事 外头风雪大 亲事进城 咱们先喝口水酒 暖暖身子 欧阳智觉得意外 他原以为锦州这边 肯定会有阻力的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竟会答应得这么痛快 只有那寻暗御史李善 却只板着脸 也不吭声 刘锦则站在欧阳智的身后 似笑非笑的样子 欧阳智摆摆手说 这就不必了 战事在即 公务要紧 没时间喝水酒 和言等人面面相去 这个反应像是 慢了半拍的侵蚀 似乎有点不近人情啊 半个时辰之后 在中关的后衙卸射 中关王宝 小盈盈的 给刘锦倒了一壶酒 说 当初咱都在内书堂里读书 咱呢 可怜巴巴的到了辽东 您呐 现在却在东宫 真是前途无量啊 想不到咱哥俩 竟在这儿想去了 您说 这不是缘分吗 刘锦喝了一口热酒 才说 咱是封太子殿下之命来的 王宝干笑 不知太子殿下 剑壁青野 不等王宝说完 刘锦干脆利落地说 王宝一呆 而后惊到 啥 当真 尖壁青野啊 刘锦冷冷地看着他 说 难道你还以为是说笑的呀 王宝不禁说 亲事说的时候 咱倒也不觉得是玩笑 只是这是太大 亲事到多少人呢 何况 达达人来锦州 这不是笑话吗 所以呢 咱就先硬撑着 似亲事那样的汉林 还不是随意又糊弄吗 他说啥 咱就硬啥 可是 刘锦似笑非笑地说 哼 这是 太子殿下的意思 王宝心中一礼 刘公公 是专程来办此事的 刘锦悲愤地说 办不成 咱就得死了 要杀了咱全家祭天 王宝脸色变换不定起来 这事太大了 您想想啊 锦州城外 可有十万居民啊 就算当真下了命令 他们当真肯入城吗 人家在外头 可是有天有地的 要被锦里乡 携家带口 就为这子虚乌有的 搭搭来袭 刘锦冷笑说 他们肯不肯 和咱没关系 他们不肯 殿下以半月为限 事情紧急 那就动墙的 不是他们不肯吗 那就烧了他们的屋子 拿下那些不听话的 看他们还肯不肯 咱别的不管 事办不成 咱找你算账 王宝有点懵了 他随即便说 要不此事 咱问问 肖祖宗 刘锦却依旧 冷眼看着王宝 眼中有情绪不屑 肖祖宗算个屁 难道肖祖宗 见了咱们殿下 不得乖乖跪着 叫一声千岁 孰轻孰重 你掂量不轻 实话在告诉你 那欧阳志来的时候 可是带着玉剑来的 咱这是侯义在提醒 只玉剑在手 太子殿下 都得敬畏三分 你又算个屁 到之后 那欧阳志的呆子 若是先杀几个人李维 你的脑袋 保得住吗 王宝顿时被护住 再不管说别的 连忙说 程程程 都到这个份上 咱还有什么说的 镇守府这 自是尽心竭力 其实在这辽东 谁也不曾预料到 这亲事和刘锦 竟是动真格的 欧阳志在第二天 方才知道 原来锦州上下的人 套路竟这样的神 昨日还硬得好好的 到了今日 一听要动真格 便开始一个个叫苦了 于是他果真取出 方契藩让他携带的御剑 直接让这锦州上下人等 震住了 而刘锦 完全就是个疯子 指挥和言命令一到手 便伙同中关王宝 强令迁徙 太监们办事 大帝也不会讲什么 仁义道德的 直接派了人 凡事不肯迁徙的 立即放火烧屋 拿人 这个倒是连欧阳志 都看不下去了 彻夜修书 送去恩师那 狠狠控诉 留几一番 那一只 冷眼旁观的 徐南御师 李善 也不是等先之辈 一份弹劾 却已经送了出去 整个锦州 在鸡飞狗跳之中 大量的人 有如牛羊一般 被驱赶着 送入锦州 凶恶的差役 开始四处焚烧村落 凡事不能带走的粮食 锦都烧了一空 甚至连驻扎在城外 堡子里的百户所 也都是强领转移 整个锦州 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监狱 数不尽的军民 竟成了刘敏 冲塞在这城墙根植下 到处都是抱怨 而趁此机会 刘锦自然不忘 开始在城中 附户那儿 伸受勒索 咱来都来了 你几个意思 不给点孝敬 你还有良心吗 在数百里之外 大漠之中 厉烈的寒风 是呼呼刺骨 能刺得人骨头麻痛 而那连绵的蒙古包里 一个穿着虎皮的汉子 在温暖大帐之内 他面上一道星红伤疤 显得尤其触目惊心 此刻 他那双如刀子一般的毛子 扫视着摊在面前的鱼图 这毛子深处 但有如草木中 糊里一般的脚霞 而这般脚霞一闪即逝 很快被一股冷风 所取代 他缓缓伸出手 在围着鱼图的众手里面前 最终 手指抵在那鱼图锦州的位置 跃跃欲试的猪将 各个眼中放出兴奋的光芒 京城也下雪了 雪花如同鹅毛一般 带着冰寒飘洒大地 这天寒地冻的天气 令方几番的脑极又复发的成长 他不得不躺在温暖如春的家里养着病 而欧阳志的书信也已经送到了 几个门生下了池 都来围着恩师 徐京取出欧阳志的信件来 当着方几番的面开始念诵 一封信念壁 门生们都皱起了眉头 无不忧心地看着方几番呢 唐吟率先忍不住说 早知刘锦不是好人 此次殿下让他去锦州 实施下策 他到底做了多少天怒人员的事情啊 欧阳师兄是同他一起去的 可万万不要被他牵累才好 可怜那锦州的军民百姓 怕是要被这丝折腾得够惨的 众人纷纷点头 身以为然 方几番也跟着寒手 嗯 是啊 留点这丝真是该死 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太子殿下真不该派此人前往锦州 这是害人呢 下次别让为师撞见刘锦这狗贼 若是撞见 为师打断他的狗腿 为咱们锦州的居民 出一口气 方几番口里说的振振有词 心中却在想 刘锦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啊 办事效率就着高 他一出手 兼毙亲也的事情 就算是成了 让太子派出刘锦这只疯狗 实在不是方几番道德底下 没法子 只是两相其害取其轻 与其让达达人杀死数万人 掠夺无数妇孺 供这些达达们糟蹋 倒不如让刘锦去祸害锦州军民 至少刘锦能把事情办成 辽东军民还能活命 这就足够了 至于他怎么办的 方几番倒是想用温柔的方式 可是讲道理有用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此经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